12月7号对于中国的普通百姓来说 是疫情三年以来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继20条以后 新10条又进一步放宽了防疫限制 就北京而言国家防疫新10条出台之后 昨天晚上20点就召开新闻发布会 出台了北京版的实质性放宽措施 包括居家隔离措施 取消核酸措施以及进反经的措施等 方法和效率都值得肯定 至于极少数的场所仍然需要进行核酸检验 从整体上来看 可以被人们接受 不会影响到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和正常生产秩序 而且随着实践的推移 这些措施的被取消也是大势所趋 至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三年的抗疫终于结束了 俗话说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从严方严控到实质性放开 亲自抓亲自管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习近平 可谓功不可没 有网友打趣说 习近平去了一趟G20 削了一个土豆 感染了一次病毒 然后国内就放开了管控 海外的反贼们高呼 开放是得益于白纸革命的伟大 财经专家们则认为是中国的经济 已经严重到了危险的时刻 可是唯独习皇帝才能明白自己的年龄大了 身体又不好 如果全国到处都是病毒 万一自己感染死了 那么装孙子这么多年 装孙子装了一辈子 才爬上的顶峰 岂不是全部都泡汤了吗 而如今习皇帝自己都感染了 还没什么事 你们这些韭菜又怕什么呢 另外就是一些中国所谓的专家表现令人耿耿于怀 虽然说这些专家很多时候也许是情不得已 仅仅是充当一个传声筒 提现墨偶的角色 但是他们前居后宫 投机取巧的态度 还是让人怀疑这些人的科学态度和真实水平 上半年疫情期间 两万年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 奥米克戎不是大号的流感 病死率是流感的七到八倍 他在采访中给人们描绘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前景 他说一旦放开将造成大量的重症和死亡 当时就有舆论评论说 两万年所引用的数据并不是奥米克戎的 不仅如此 当时还有人说 每次采访的时候 从来没有看到两万年拿出具体的数据 然而事实也证明 上海上半年疫情感染人数达到60多万 但重症率和死亡率却非常的低 多数都是无症状感染者 而且死亡患者的平均年龄已经高达80岁以上 绝大多数都伴随着严重性的基础性疾病 更有意思的是 这一数据并非在两万年接受采访以后 很长时间才公布 几乎是在同时期内公布 两万年在4月24日接受采访 发出危言耸听的言论 上海疫情的死亡数据就在4月26号统计出来发布 防疫领域的专家内部不可能密不透风 疫情信息也不可能不上传送报 有理由断定接受采访的时候 两万年其实早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真实数据 6月中旬正当两万年威严耸听的言论 把人们吓得不轻的时候 张文宏领衔的专家团队公布了一组数据 研究显示说 高危组的重症率仅是0.238% 而非高危组奥米克戎的重症率为0 遗憾的是因为这项研究的数据影响 远不及两万年的威严耸听之言 听信了所谓奥米克戎严重危害论的人们 开始声讨张文宏 这项研究到现在除了留下一张截图 原文已经彻底消失了 直到10月13日的时候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两万年仍然对公众说 奥米克戎可能导致10万分之100以上的超额死亡 话外之音就是在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上 这个超额死亡率也是非常可怕的 这种变相的引导也确实在一些恐惧病毒人群当中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不仅如此 两万年还给出了打赢奥米克戎的秘诀 以快制快 他说要想战胜病毒就要抢在病毒的前面 正是有了这样的专家和这样的所谓的专业判断 2022年整年 人们发现第三年的抗疫不是更简单了 而是更难了 坚决不搞封城的上海被迫封闭了两个半月 到了下半年 抗疫之战打得更是艰苦 静默管理 流动性管理随处可见 因此而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和人间惨剧 更是数不胜数 以统计中小企业相关数据的财新PMI为例 2022年下半年以来一路向下达到疫情以来的最低值 虽之而来的是失业等问题 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仅如此 各地不但采取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 而且相应的措施还被人文士理所当然 给基层群众的生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当然 疫情期间还是有很多专家不断出来吓唬群众 网上有段子说的挺有意思 说经过人民群众不断的科普 专家们总算弄明白了奥米克戎是怎么回事 不看国外的情况 光从上海上半年的疫情看 张文宏团队早在6月份就得出了重症率死亡率 而到昨天实质性放开已经过去了整整半年的时间 换句话说 中国的放开被习皇帝和他的专家耽误了半年 而这半年放在发展经济上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有些人可能原本不会失业 有些生命可能原本也不会失去 目前在全国感染数量仍然持续高位的情况下 大众城市宣布采取放弃核酸等实质性开放措施 不知道这个急转弯会不会让一些专家感到晕车 不过人们应该看到病毒还是那个病毒 只不过是习皇帝或者是说习皇帝的专家们开始变异了 三年前很多人听信了中国官方所说的病毒并不会发生人穿人 没想到到现在很多人还是要继续相信官方的说法 放开是灾难 如果说实事求是是一种科学精神和基本良知 最先应该普及的恐怕是习皇帝和他的专家们 感谢观看